2008年2月9号 美国器官捐赠花车游行 玫瑰花车游行已有百年历史 是美国庆祝新年的重要活动之一 美国洛杉矶辞刺激疫症中心 首次与器官捐赠者协会合作 参与玫瑰花车游行 2011年首度放上非美国裔的捐赠者 来自台湾的肖志谦是其中一位 父母和姐姐专程前来 亲手绘制画像 我听他感觉到很光荣 让大家知道台湾也有这样子的爱心的 不管是我儿子还是 其实还有千千万万的捐赠者菩萨 肖志谦因车祸而恼死 家属的大舍大爱帮助60多个家庭 重燃希望 2006年2月9号 印尼青年截肢康复出院 相应为命的哥哥是喜极而弃 因为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 爹迪是在9岁时从树上跌下 腿部受伤 手术后恶化成肿瘤发炎 即使开刀切除 仍不断肿大 甚至压迫到腿部 因为他的那个肿瘤太大 造成他的骨头变成畸形了 就是弹了 弯掉了 所以不适合走路那种 2004年新加坡辞济到印尼巴旦岛一诊 爹迪前来求诊 现场医师已无法治疗 但志工不放弃 两年来带着他四处求医 没有看过怎样严重 从印尼巴旦岛到马来西亚 又辗转来到新加坡中央医院 医师确认他是先天性淋巴水肿瘤 需切除右腿才能根治 他也终于卸下19年来 最沉重的负荷 两个月后为他装上一支 再次重新学习起步 人生就此不同 1969年2月9号 浦明寺东令发放 此季首次东令救济活动 在浦明寺举行 共有40户长期照顾户得到帮助 同时也准备丰盛素斋 与照顾户团圆围围围 若够到当天来的时期 在要过年这个时期 有的老人家 孤独没有 没有孩子大小会回来看他 过年到他会更孤独 此季东令发放 从此年年举办 尽管当时生活客难 发放物资准备齐全 打包整齐 而且要送上最好 我们要选的就是太猪龙 太猪龙的学生 就有人会跟我说 叔父 这些欠钱 你都要买这么好的 让孩子穿 这都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就要给我所要的 是你所爱的 我所要的 才给他们 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做 要尊重老人家 我们不能轻视贫穷的人 这份初心从台湾走向全球 不论何时何地 不忘传递真心的温暖